活灾难 他要黄炸弹 你说这七夕是不是要把老婆弄死啊 七夕 反正大家都无所谓 这是命苦的人呐 命苦的人啊 女儿 瓶子物罐头 蛾子 蛾子 然后 手电筒 看到了 手电筒 在那个房间 手电筒必拿 手电筒必拿 拿手电 看不到老婆 老婆在哪里 老婆不见了吗 老婆不要了吗 把枪奥看到老婆了 老婆在这个厕所 在厕所 今天 要跟儿子相依为命 其他人我都不要 打回地图 狗风琴 挂锁 好 一瓶水 有意思 水 书 书没拿 没拿 没拿书是吧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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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瓶食物罐头 四瓶水 没有书 但是有手电筒 哎呀四个人嘛 这也无所谓了 第一天 第一天还是派儿子出去吧 好好养儿子就行了 第二天 派老婆出去 把老婆弄死吧 老婆不要了 听到了水滴的声音 书本 防毒面具跟这个手提箱 我们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的话 都不需要了 无所谓 第三天 我操女儿变异了 我牛逼啊 女儿要了 我变异了我操 第二天就变异 为什么呀 这个派女儿出去吧 养好一家人 一家人全部养好 派女儿出去 我一上来变异啊 我这太屌了 太稳了 梦幻开局 简直就是梦幻般的开局啊 第五天在喝水 我们先玩一下棋盘 第五天 脱水脱水脱水 脱水 蜘蛛到处都是蜘蛛 蜘蛛的话 咱们没有书 没有书本可以拍啊 所以说暂时不需要了 咱们玩玩这个 玩一把战神吧 发泄一下 玩一把战神 再去玩狂鸟飞车 再去玩恐怖游戏 今天晚上 适不适合玩恐怖游戏 直播间都没有妹子 好烦啊 如果有什么办法 吸引我们注意的话 那就是猛敲我们 避难所的门 无论是谁 已经敲了五分钟了 今天不玩无人升空 明天玩吗 都没有妹子 玩什么无人升空啊 饥饿饥饿饥饿 过了一小会 敲门声停了 不管门外是谁 都离开了 我们不知道是谁 我们会弄清楚的 避难所里面 柜子摇摇欲坠 我们点一下这个手电筒 今天玩玩小镇惊魂 小镇惊魂 第八天 女儿回来了 看女儿带回来什么 还可以啊 一个收音机 一瓶食物罐头 两瓶水 这个一人吃一罐食物吧 再派我们的女儿 继续出去 今天是我们儿子的生日 送给我们儿子 七盘玩一下 七盘 第九天 点一下这个地图 饥饿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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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派女儿出去一下 第十天 饥饿饿饿饿饿饿 哎呀都很饿呀 先都不吃吧 噪音下面我们 这个房子下面传来噪音 这个不去吧 第十一天 小镇惊魂不恐怖啊 小镇惊魂挺恐怖的呀 等会你们看着啊 弹幕就说 卧槽 吓老子一跳 这种弹幕是最多的 只要有食物和水 我们就能一直把自己关在里面 但最终 还是要离开这里的 我们点一下这个收音机 听一听 第十二天 脱水脱水饿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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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自由之名快开门 这个不能开 开门的话可能我们会被操 第十三天 饥饿饥饿饥饿饿 一人再吃一口食物吧 如果不洗澡就会生很严重的病 哇怎么办生病了 不洗澡 第十四天 完了生病的一家人 全部都得避死啊 有女儿也不好使啊 哦 咳 没有防毒面具 没有这个子弹 什么都没有 不洗澡就会生病 有可能 这个全军覆磨有可能 第十五天 虽然女儿很牛逼 但是照顾不了我们所有人呐 女儿只找回来两瓶水 那怎么办 那我只有够 只有够我跟我女儿 的食物了 食物没有啊 没有食物 那老婆不要了吧 就我跟儿子吧 老婆还儿子都不要了 老婆儿子都不要了吧 给女儿吃一罐 我吃一口喝一口 派我们的女儿出去摸索物资 老婆儿子 不是我不养你们呢 是你们吃了我就没得吃啊 不是爸爸不够好 是爸爸也活不下去了 听一下这个收音机 热梦般的感觉 如果女儿找不到医疗包的话 我也要死 儿子死了 老婆也死了 但是很明显老婆是爱我的 死都要死在我的旁边 但是这个儿子就不得而知了 说明什么 说明爱情比亲情重要 我们等女儿回来 第十九天 饥饿 生病 口渴 我们决定不去采取这么危险的行动 哪怕保险箱完好无损 你们可能也只是一些无聊的东西 谢谢我们大叔最爱小罗利 这个医疗包 没有急救包 没办法了 爱情 友情 亲情 爱情是排第一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亲情 父母呢 总有老去的一天 总有离开我们的一天 只有这身边最爱的那一个人 这个一直陪伴着我们 自己的亲情的孩子呢 这个也是 孩子也是一样 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老婆或老公 陪伴自己几十年呢 这不能好好疼疼他们吗 对不对 人怎么能没有爱情呢 第21天 疯狂疲倦饥饿生病 我感觉我这个要贵了 不行了 军方好消息 军方点一下地图 我的buff好多老牛逼的样子 那我也没办法呀 快速浏览地图 不管收音机另外一旁是谁 可能都到死到临头了 收音机里面传来一阵可怕的尖叫之后 重归成绩 在这之前 那位让人同情的女士 说出了自己的全名和住址 全名和住址 去看一下 第23天 我们找到两个食物罐头 太空居民 这个女士真的被送上太空了 拿了她的两个食物罐头 不错呀 运气可以呀 女儿要养我 女儿快回来吧 女儿 黑暗中一阵咆哮 哎煎饼煎饼 这是煎饼 女儿 女儿终于回来了 女儿 有没有医疗包 哇 女儿给我找到了医疗包 女儿真给力 女儿 真给力 那一人吃一口 喝一口 来 庆祝一下 医疗包 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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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多版的压索了 非常牛逼了 蒙多版压索 天下无敌 又肉又能打 好 再派我们的女儿去这里 饥饿 女儿肚子还是饿 再喂女儿吃一罐食物 再让女儿出去 第26天 疯狂疲倦 我们的女儿出去了 希望她能尽快回来 收到一封没署名的信 陌生人显然请求我们的帮助 这个我们点一下食物罐头 给他们一罐食物罐头 这样的话 这个陌生人才会帮助我们 第27天 狗狗疯狂疲倦 脏袋子 这个不能要 希望女儿能再带一个医疗包回来 如果再带一个医疗包回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救狗 救煎饼 把煎饼救一下 这样就更稳了 我们的一个地图可以换一个医疗包 一个地图换医疗包 防毒面具 棋盘换防毒面具 换医疗包吧 地图的话可以修吗 地图的话可以这个弄吗 可以弄回来 这个奇怪的人想说服我们买他的油炸蟑螂串 上面还抹了奇怪的酱料 看起来是恶心极了 油炸蟑螂串 蟑螂能吃吗 蟑螂不能吃 我们的狗朋友回来了 他又饿又累 为狗吃一个食物罐头 我们的小宝贝 第三十天 女儿快回来吧 女儿 你再不回来 爸爸要死了 子弹伤人 我们在手没有子弹 第三十一天 蟑螂是最恶心的东西 疲倦饥饿 口渴精神错乱 我们收到了军方的广播 需要防毒面具过去 但是没有防毒面具 女儿回来了 女儿带回来什么 饥荒 口渴 女儿带回来两瓶水 完了 这怎么办 这一人吃一口 这没得吃了 这不会我要饿死在这里吧 没人敢跟他说话 不能跟女儿说话 跟女儿说话 女儿可能要发脾气 怎么了 对现在我们什么都没做 早上我们的女儿走了 她还砸烂了一扇门 我们没想到 我们还得修门 女儿 离开我了 女儿 你自己走了 女儿啊 我是你爸呀 爸爸都不要了 我还喂你吃饭 那怎么办 精神错乱 饥饿 那狗毛 他为什么会走 附近有个坦克 看能不能找到 完了 结束 没想到坦克爆炸了 我是你 这么快就死了 我这么快就死了 我这么快就死了 我 我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